这位同学问的两个问题 他前面说 近代学者梁肃敏将《地藏三经》中的《地藏菩萨本愿经》 和《战茶善窝夜报经》 判为《围经》 他是仅有《地藏菩萨十轮经》是真的 因为他们是根据遗者的处处 《大藏经》中确实查不出遗者曾经遗过此二部经的证据 他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请问法师这样判别对不对 这是学者们的这个判法 我们学佛的人 在现在这个末法时期 是佛十月 我们所依据的是依据《大藏经》 《大藏经》里面有 我们就可以学习 《大藏经》里面有 那是不是真的就靠不住了 总的《大藏经》里面有 为什么呢 因为经典收进《大藏经》 是要经过当代一些高僧大德的审查 他们认为这是真的 没有意见才能够收入《大藏经》 如果他们认为里头有问题的 这个经决定不会收入《大藏经》 那么从前收进《大藏经》的手术很麻烦 经过很多人的审定之后 认为没有问题 再承送个皇帝 皇帝批准这才能入藏 最后那个权在皇帝手上 皇帝不批准就不能够入藏 所以他经过许多高僧大德的审查 所以我们今天要依《大藏经》 至少要依《龙藏以前》的 为什么呢 考得住 现在人搞的《大藏经》 你跟我很好 你写几本书 我把你编到《藏经》里头 没有经过严格审查 所以就很难确定 它是真是邪 是真是旺 不容易确定 从前这个标准非常严格 这是我们学佛 从前老师教导我们 我们要选经 读诵也好 研究也好 讲解也好 决定要选择《大藏经》里头有的 没有入藏的 那就顶多放在做参考 参考还是辅助的参考 不是主要参考 主要参考就是注节 都是《藏经》里头有的 人家那个注节的时候 能够入藏 都是过去高僧大的认为 他的注节是正确的 没有错误的 才能入藏 那么世间学者呢 那是另当别论 他有他的说法 我们不需要去理会 如果你自己学的问题 你不学这个经就好了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佛经那么多 为什么偏偏学这个 你觉得哪个没有问题 你就学哪个 你认为这个有问题 不学他就好了吗 我认为这个有问题